我觉得我很自私 就因为他们很可爱就把他们带回家了 我超爱我的小狗 爱不仅仅是吃饱肚子 是喜欢的零食玩爱玩的玩具 而是对他们负责任 队伍太大我会选择没人的时候坐电梯 实在有人很怕狗我们就会把他们抱起来 但在我们小区遛狗还是不怎么说欢迎 于是我教他们在家里上厕所 加上我还是个爱人不上场视角 还好楼下没有住人 他们可以在家玩耍 晚上没什么人的时候 我们才带他们下楼走走 周末的时候我们会开着小越野 去找没有开发的地方 去大自然让他们释放难得的自由 去有人的景区 我们就一定会牵着绳子 甚至还带了个围囊 晚累了我们就把他们围起来 城市是文明的 而我们自私地把他们带到城市里 那我们就要对他们负责教导 让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他们 木丁半夜来敲我房门 来了来了 怎么了 让我跟着他 带我去他的小房间 跑去他的小餐桌 另外三小只睡得正香了 你晚饭不是有吃的吗 那搞个夜宵吃吧 和你晚饭一样配饭的 博纳天船射鲜素不索凉 100%的鲜肉 五彩半样的超级食材 还有5%的草红小饭丼干 尝尝尝尝尝 好吃不 吃吧 不能吃太多 去睡觉了 请进食配餐 请进食配餐 来 开动吧 吃吧土豆 后地面要先吃好了 土豆自己在插嘴 给肚子们也不点姜黄 不可以了 解散 嗯 对 好 感谢观看